溫天請問阿寶老師 他的感冒面這是什麼原因 怎麼這樣 這樣一大一大 是 他這個在我都賓這家家 哪有一個 哪有什麼叫 皮的不能破 那有的甚至還會裂開 還是這個 這種的 這個情形 那麼 這種應該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很有可能 因為這個看起來 那個散口 那個空氣 已經有打氣了 這有一點已經有打傷打傷 那麼 這種應該是這個 腕藝病 番茄 這個 這個腕藝病 我們代理說叫做黑骨 那麼 這種腕藝病 這通常要稍微知道到 就是說 他發生的一個條件 他通常就是 濕 冷 我們代理說黑冠荷 頭黑冠荷的時候 就很容易 很容易來刪成到 這種的一個 這個白海其實不一定是 這個黑冠荷 就是說 啊 濕度比較高 當然黑冠荷的時候 這個濕度一定很高 所以 比如說像 走這個 如果像 這個 台中 如果人在落荷 因為我在武豪那邊過來 在武豪那邊過來 我看來那個落荷 我就覺得 哇 這吃辣了 這很多農友 哇 這動作很快 他們的落荷 他們種在外面 武豪那裡有一群人 全面在種這個 黑棋子 這個黑四番茄 不是黑漆的 就是說 一點紅的 那種 很多人 這好像種的還可以 那麼 這種的一個 但是呢 他那是 他不是利用這種 不是利用這個 去種的 不是利用番茄 那麼呢 不是利用溫室 不是利用溫室去種 所以呢 他是種在這個 縮外 啊 種在縮外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是說 一個 對這種 環境的一個 控制的 比較壞 他就比較容易 對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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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在這裡 所以 可能 我們提前朋友 你如果有那麼過 那你會發現 還好像還蠻多的 現在有人種之後 覺得好像可以 所以呢 他會去利用這個 溫室 利用這個溫室的種 那麼 這個 好像還蠻多人 尤其在台東附近 這裡有很多人 因為這是一個 比較傳統 古老的這個味道 啊 所以 他還在都市的這個邊緣 這個 他們在種 他也沒要種太早 他很聰明 他種太早 沒有很容易消長 那麼 你種比較慢一點點 種比較慢比較不會消長 剛好在這個年種 這段時間 元旦過年 特別是 農業年那時候 買一張 他就賣來一陣子 就沒有了 有的人說這樣賺錢 好像還不錯 因為價錢還可以 那種天呢 只要一個晚上 比如說你如果是 阿波你看的 在閃閃閃閃 那麽 還是說這個 網都不會開 啊 這 如果是在室外 這樣大概 麻災就很容易到 當然你價錢 你價錢 如果有 如果有 一頭 這 沒什麼 這種天氣 沒什麼 沒什麼 比如說像未來 這四港 那麽 它比較軟 你若是 還有漏水 當 還是說 有的地方 比較北部 這個地方 有漏水 有漏水 那麽 那麽 漏水 有漏水 消毒館就很容易來引起 還有隔溫 最重要的是隔溫 譬如說你走這裡問問還有一點漏水 馬仔早上起來還沒有熱湯 不打傷 所以他沒有紫外線糖 就消毒 所以他發的病就一直抓起來 所以說在我們平地差不多是十二月以後 十二月這時候一直到隔溫的清明 這腳踏在這裡 那麼這個很容易來發生 你如果是整在山上這就不用說了 這有時候他發病的速度 最重要的一個筋 他如果有人落後稍微有一點 黑管黑管 這也不用落黑管十八度 在山上要 暗時要出現十八度的溫度很容易 你如果是剛才落後 落後平地差不多二四度 二四度至二六度 更加一個六度的溫度 你如果黑管八百 國性又起在這家裡 人愛信義這家裡 你再抗一下阿萬大家 你抗一下六度 落後他就抓到了 所以他們在山上 這個萬一病也很容易把他抓到 這般你如果是沒有幫他做姐姐處理 差不多不用一五個月 阿婆把你抗一抗 差不多抗一抗一抗 就要抗掉了 就全部想要抗一下 那麼你這個看起來 這個空氣應該是有打傷 所以感覺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要繼續來做好這方面的姐姐風地 這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甘麻米裡面的切磕 切磕 切磕的這個 晚一病 並說像馬鈴吉 並說像我們的這個甘麻米 這都會對這個 這種的 那麼這晚一病 台語叫做黑骨 他很典型的 那種種就是在那個 基骨 跟那個 那種 那種那種 那種一大一大 有的說什麼 他就不能吃 一大黑骨骨骨 你看到黑骨骨骨骨 因為剛開始 它是這樣 像是軍水灑到 鐵石鐵石 你看到黑骨骨骨 那時候都比較嚴重 所以不可以說蛋糕 他看到黑骨骨 你就知道說這種天 我們就要注意了 這 他還沒抓起來的時候 很簡單 譬如說 有可能這陣子這個機會比較大 我之前有用這個 藍磷酸夾 有效不有效 那麼如果說 這個天氣來 我就知道說 要下雨 要湿氣比較重 來送未來這兩三天 都會有黑骨骨 我簡單傳一個 新蒙來譜 這就可以以紅 只要新蒙來譜 就可以以紅萬一病 以紅 但是絕對沒有辦法治療 那中到你就這個 這個藥子呢 可能就存 這個凡沙克絕 雅脫民 曬座妹 這種呢 這可以以紅又治療 所以 你一定要注意這方面 這個方法 那麼一般來說 在轉藥子 大概要連續 差不多兩遍到三遍 比如說這陣子 這個天氣是這樣 今天我們轉一遍 一遍 過差不多五天 七天 這個天氣 這都連續五天 你五天 你就要再轉藥子 再轉一遍 再把它處理一次 那麼你就可以控制掉 尤其如果是溫 比較濕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麼固定時間 你都 你都要把它做一下 這個處理 那麼這個效果呢 這個 會比較好淡補 如果它有得到 那麼一般通常 是一禮拜 要做一次 就是說已經得到 已經有看到萬一病了 腰子上面 已經有看到 看到怪怪 這沒什麼 因為腰子感染的時候 你會看到腰子 這個後面面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它有一個 像去噴到噴嚏噴 那種 剛開始像是 燻水噴到 再來像去噴到噴嚏噴 這樣 一搭一搭 為什麼形容說 噴到噴嚏噴 因為那種色就是 很像噴嚏噴 但是現在很多 有人 他在 他在 他在上課 在屏東上課 那一個年輕人 他不看過噴嚏噴 我說你在講到 你不看過噴嚏噴 旁邊一個人跟阿伯說 真的啦 人家在台北回來了 哈哈哈哈 很抱歉 人家真的不看過噴嚏噴嚏噴 他們理事長有吃噴嚏嗎 他們理事長說 來 來 少年人來 我批給你看 阿伯說的就是這個色 你有性嗎 真的性 就是這個色 我知道了 就是這種色 這種淺 這種褐色 有時候帶一點點綠 這個色水 有的人想說阿伯阿伯你怎麼用這個東西來形容 那不是我 不是我形容 我也不知道什麼 但是呢 我們以前的老的 你看 你看 那皮就不能吃 很貼切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但是他檢查的時候 那濕度官 他那個 不能吃的那個 旁邊都會出現白色的 那種生骨生骨 那些稍微的 那些便斑的便斑 那麼如果 這個 比如說濕度不去了 如果有日子 他那個便斑 都會停起來 會這樣搭搭 我們好朋友這個 就是這種情形 就是說你那個便斑停起來了 所以 但是你也是穿去屁 就不能吃青青 但是 他的便斑已經停起來了 然後噴到熱 還有凍掉了 但是呢 你要注意這方面的 這個管理 就是說他停起來 如果不太好 他一樣呢 這個東西還要壓起來 這在這個蝦餅館上A 那麼 這個雞骨 跟這個蝦餅館 那個地方 也是A 他如果對著 尤其是剛才 他們說黑骨 黑骨 他如果黑骨 其實也是像蝦餅館 那種蝦餅館 他會整個蝦餅餅 會稍微煉煉 所以你如果 走在坑林 在順的時候 尤其是 譬如說 他已經有對著 但是呢 最近這兩天 譬如說 未來這幾天 是這個蝦餅天 你都沒有做 萬一兵的一個風景 都 沒有在神經 這個環境 不要在神經 你到一頭出來的時候 一頭出來 他在中平的那個地方 因為四天 所以在中平的那個地方 蛤就隨隨隨隨給你看 大概三天 就看得到 很近 這種東西 你們不要開玩笑 尤其我們在社稿 用這個鑑林 一個在冬天最大的挑戰 啊 古早時代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並不是像雲林 加伊拉 台南 寒冷去種番茄 這個種在稍微稍微 因為我們在10月以後 我們留保的機會比較少 我們在中南部地區 就是寒冷 他以前是留保 他賣到很大的 有時候他會撿一個保命 但是最怕就是連續幾天黑暗 這種他的玩意病 就是他拿起來 所以基本上不會說太嚴重 這種並不會說太嚴重 所以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你要知道這個玩意病 曾經讓一個國家差一點毀滅掉 我們在說的這個愛爾蘭 愛爾蘭的馬鈴薯 所以這是一個很厲害 那麼在這附近 橫濱你如果看到一些一些 切磕的這些東西 我們說你種的附近 有人種馬鈴薯 或是說有一些蚵蚵仔 什麼在那個地方 這很厲害 這個蚵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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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 對 對 蚵蚵餅都沒關係 很容易 但是你番茄 你如果是旁邊有 他的病困 就夾在那個地方 那麼就作成 我們在管理上的 一個困擾 所以你向旁邊 還是要稍稍稍 這個蚵蚵仔 那麼在這裡 黑蚵仔以外 還有一些 我們說的 說這種 橫膠草 這種的 橫膠草 這種的 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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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 這些 可以 稍稍注意到 這如果有看到 這種 這Three 這個 ANDREW 這要 需要稍稍注意ér 有些人說 olar 什麼 什麼 有種是 雙花 龍蚵 雙花 龍蚵 minute 這 quantity 叫做 橫膠草 有些人說 然後 這個 切れ 都很容易 夾一顆一顆 這種的 這個東西 你應該稍稍注意到 這方面的這個風景 那麼在這個 用油應該是沒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剛才說到就是說 那以風很簡單 如果是要治療的時候 凡沙克 曬座妹 亞多明 達妹芬 大概這類的這個東西 那麼包括這個 幼妹達樂 這些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做好這方面的這個風景 那麼這個提供 給我們主義提供朋友 你在管理上的 稍微做一個這個了解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不是缺什麼 這個如果是缺膨 是逼在肩膀頭 它只會裂開 不會這樣黑黑的 你這是完育病 應該是天氣好 所以它打乾了 所以它的病斑有倒下去 但是你的病斑已經乾了 沒有繼續擴散 所以這要注意 還是要小心完育病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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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